英国最近政治上表现很差 像个不及格的小时生 作为最老牌的敌国 现在已经与政治智商一贯薄落的澳大利亚有一拼 英国竟然在政治经济上完全地倒下美国 与另一个物以来超级强国为敌 这绝对是政治上的大忌 过去几任英国首相 哪怕是布莱尔时期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到了卡梅伦时期 明显两面下注 把经济的未来压住在中国身上 承带着史上最大的商务代表团访华 英国甚至一度要把自己的交易所卖给香港交易所 如果不是后来香港的政治上陷入了不稳定 这事就成了 再后来英国也在积极地推动与上交所的合作 总之在卡梅伦和特雷沙梅的时期 英国在与中国合作方面都是非常清醒的 一方面政治上适度呼应美国 另一方面经济上不断地扩大与中国合作 英国哪怕与欧盟进一步的疏远关系 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都是非常积极的 然而到了约翰逊时期 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不但政治上完全倒下美国 甚至拒绝华为也要在经济上与中国为敌 这就是和澳大利亚一样的操作了 现在很显然英国已经激怒了中国 中英关系的基础正在动摇 这一点从中国中英大使刘晓明的多次表态上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已经很不耐烦了 如果再持续下去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本来就要向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靠近了 而且一旦中英关系遭到破坏 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 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呈现恶化趋势的情况下 英国在对外口径上明显有些欢乱 在对华为做出制裁后 先是卫生部长说是独立做出的决定 不是特朗普的施压 接着首相发言人说 是因为美国五月份对英国的制裁 英国卫报7月18日披露 在政府发表声明的前几天 数名英国政府官员与华为的高管讨论是坦诚 之所以7月华为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 更来能觉得幽默的是 报道还称 英国一位高官表示 如果特朗普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连任失败 美国访华立场有所缓和 英国政府就可能重新的调整对华为的政策 不知道英国的高官说出这种话是否感到羞耻 因为英国作为联合国午餐之一 虽然一定程度上会考虑美国的态度 到完全的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 显然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最终英国却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说明英国政治家是短视的 而这个短视的根源就是现任首相约翰逊 他缺少政治元件导致了英国开始在政治上 出现了战略性的错误选择 而且当这种消息曝光后 全世界都明白 原来英国是美国的附庸 英国的全球政治地位将出现崩溃式的下话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 当英国彻底的得罪中国后 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将会被严重的挤压 事实上一方面是美国的附庸 另一方面遭到中俄的一致打压 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上还有好吗 更何况因为英国已经脱欧 欧盟已经不再是他的支撑 这样的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还有什么价值 谁还会待见他 英国的错误选择 源于他们选择了一位错误的首相 一个英国特朗普绝对领导不好英国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 英国正在坠落 其坠落速度要比美国快得多 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的背景下 英国的未来前景一片暗淡 等未来醒悟 醒悟就晚了 因为被破坏掉的外交关系 想要再恢复非常的困难 互信没有了 一切都无从谈起 英国将会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中包括国家分裂的压力加大 对苏格兰独立运动风云在起 当全球重大政治力量除了美国之外 都认为分裂的英国是更好的英国 那么苏格兰独立就不再是闹局了 英国可能想分裂中国香港没有实现 先把自己给分裂了 美国和英国的表现 让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 真心感叹 美国英国真的是千里俱全了 对中国采取的手法 简直是类似的精神病了 简直是脑路短路 如果说还要算正常 那也是气急败坏和歇时底里了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优秀表现吧 先是准备出台禁止中共党员和亲属去美国 并计划取消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和家属的居住签证 也就是要将他们赶回中国 这不就是配合中共防腐和惩治腐败官员吗 看来特朗普与蓬佩奥在美国设立了 中共在美边外纪律检查委员会 他俩分别担任边外纪委书记和副书记了 这还不算 事务率美国国务院官网公布的正式声明 宣布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雇员实施签证限制 稍早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预告了这一决定 他们的理由是华为员工侵犯人权 这理由找得简直是太有创意了 还是只有一句感叹 这表现太优秀了 特朗普和蓬佩奥等访华政客 他们实际上不蠢 而是因为很清楚地知道 无法阻拦中国的发展与超越了 知道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衰落 已经无法避免 因此只能够采取这种耍无赖的手法 能阻拦就阻拦 能干扰就干扰 能喷尺就喷尺 眼见没什么明显效果 只能气急败坏 歇尸底里的发泄一通了 实际上 美国还真是一个国际谋略大国 非常非常的有计谋 只不过 他们的国家太年轻了 那里斗的国 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智慧 最终正确地选择了中共领导的泱泱大国 比如前不久 美国出台的涉疆法案 毫无底线地捏造事实抹黑攻击中国 你以为美国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能力 挑起疆独势力再次开展恐怖分子活动 他们知道的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这里 而是为了挑起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仇恨 联合更多的国家孤立和唯独中国 但有用吗 因为他们捏造的事实太荒唐了 太耸人听闻了 根本没能相信 只不过是欺骗他们自己的国人 他们期待的穆斯林国家 围攻中国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出现 你想想 特朗普蓬佩奥能不气急败坏吗 我们接着再来看看英国的表现 美国和英国紧密联手策划组织香港暴乱 一方面 本来是想配合美国发动贸易战 分散中国注意力干扰中国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是想让香港从动乱发展到暴乱 再从血腥暴乱发展到恐怖活动 引用中央出手进行镇压 形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再联手其他国家孤立中国 围攻中国制裁中国 最后让中国的经济彻底崩溃 确保美国不被超越 继续维持世界霸权 不承想 励志的中共根本不吃美英这一套 似乎是欲情故重 让香港暴徒们随意的表演 严格遵守基本法 把持香港的秩序的任务 完全地交由香港特区政府 自行处理 让香港的暴徒们坐实了暴力证据 等事情闹得差不多了以后 让美英实料不及地出台了港版国安法 仅持一纪重拳 不仅彻底地打烟了那些乱港分子 更重要的是 终于实现了香港的真正的回归 美英两国这二十多年来 花费了巨大的 人力物力财力设法乱赶进而乱终 结果却落得这样 不仅香港暴乱 没有按计划蔓延到中国内陆 还让那些晃养了多年的老卧底们 和新发展的骨干们彻底地暴露了 将会彻底地失去能量不说 还面临着牢语之灾 真是那句中国老话 赔了夫人又折兵 气急败坏的美国只有一个办法 宣布取消香港特殊相关待遇 而气急败坏的英国更是搞笑 急昏了头的情况下 也要帮助中国清理门户了 宣布要给三百万香港人 移居英国创造条件 更搞笑的是 英国还宣布不再给香港派遣法官 我们早就想驱除 那些祸害香港的英籍法官了 正愁找不到理由呢 说白了 这不过是他们典型的泄愤 无可奈何的发现不满而已 这就是美国英国最近这段时间 对中国的所作所为 发展到失去基本理智 歇实底里 胡作非为乱来一气的根本原因 一句话 在与中国的较量中 美国正在垂时的增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